哈囉哈囉我是洛洛 這次來到密斯卡大學 要來和大家分享這裡所有的寶箱位置 跟著洛洛的幾個小技巧 讓你輕鬆拿寶箱喔 這裡先一邊實戰一邊趁機拿寶箱 其實也能等全部的任務解完 通關後再自己去搜尋的 不要搭直升機離開就好囉 首先進去密斯卡大學後 跟NPC對話就可以開始啦 第一個寶箱位置就在NPC身後的巴士上 或是帳篷上 接著趕快邊打邊找寶箱 不然喪失太多 也不好意思放隊友在後面廝殺 第二個寶箱位置在密斯卡大學中間的圓庭上 這裡有個小技巧喔 需要用彈藥箱當踏板 然後踩上去再跳才可以 一開始這邊會嘗試敲酒的 真的是密斯卡裡面最難的一個寶箱 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惡座巨寶箱 再來我們先到禮堂裡去尋找 每位玩家的寶箱位置其實會不大一樣喔 但是都會在大範圍內出現 第三個寶箱在禮堂的最後面一排上發現 有的也會在鋼琴附近的一堆紙箱上 接著我們往地圖最上面的地方尋找 到達最上面後會發現到有一個廢棄大巴士 這裡是地圖裡第二難搞的寶箱 現在要從旁邊的小車 直接跳不一定好翹上去 一樣建議可以放個彈藥箱增加高度 這樣就可以順利拿到第四個寶箱囉 再來洛洛想試著碰運氣 先尋找圖書館裡的寶箱 可惜繞來繞去都沒有發現 那就先尋找中央廣場右側地下室的寶箱 寶箱就藏在地下室某處 小房間轉角都要留意 因為已經通關完所以感人者基本上都不會攻擊人 遊戲設定的問題說不定之後就會改了 地下室的感人者也挺多的 我們趕緊抓緊時間找尋第六個寶箱 位置在教學樓左側最裡面 這裡洛洛建議一個一個搜尋 最後發現寶箱就位在一個很隱密的地方 藏在教學樓盡頭的紙箱堆裡 煙霧瀰漫的時候真的不好發現啊 寶箱上面寫著神父的藏品 神父也太會藏東西了吧 這樣第六個寶箱也找到了 接下來要靠眼力和耐心去尋找位在圖書館書櫃上的寶箱囉 最後第七個寶箱開始找囉 每個圖書館角落都不能放過 你聽眼力的時刻來了 這邊洛洛也是找了一陣子 書中黃金這個寶箱也好隱密喔 好險跳起來時有剛好瞄到 不然肯定又錯過這個寶箱 最後解完就趕快搭飛機離開密斯卡大學囉 以上就是密斯卡大學所有寶箱的未知圖 希望這個攻略有幫助到大家 喜歡洛洛的影片可以點擊喜歡 並分享給你明日之後的倖存者朋友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留下想問的問題 最後訂閱追蹤別錯過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